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容相当的多 我们等下依序重点整理帮大家说明一下 这次也特别更新了韩版圣剑更新的相关技能 应该说所有技能他都做了公告 我们等下也一起快速的看过 好 首先第一个就是六周年感谢祭 那本次感谢祭他提供了刚好六周的活动给大家 那我们帮各位整理好了 直接来看一下他的重点是什么 好 第一周试炼副本奖励加倍 还有雪碧断崖的boost 他这个并不是在更新一般地图的雪碧或雪碧断崖 而是在副本里面新增了一个雪碧断崖的副本 让你们去打 然后第二周就是每日任务的奖励提升 第三周世界首领奖励提升 以及国王的狩猎场 就是让你们打一堆饰品箱那个地方 第四周就是组队副本奖励加倍 以及怪物图鉴的开放 第五周血蒙捐献奖励提升 还有血蒙任务的奖励提升 最后一周第六周就是血蒙的松木魔杖 召唤怪物去打的那一个 好 他下面都有一些时间点的说明 像第一周副本奖励加倍 还有这个雪碧断崖的boost活动 他这个副本里面会有调缩一些硬币跟凭证 还有他的经验值跟金币倒入率都会比较高 然后这是每日副本的奖励提升 还有世界首领的奖励提升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国王副本 比较特别是里面放了一个水晶 代表这一次可能可以打到水晶的箱子 或水晶的兑换券之类的 好 组队副本 再来是怪物图鉴 最后面是血蒙任务跟血蒙捐献 还有最后的松木魔杖 就是召唤怪物去打那个啦 好 以上就是六周年感谢镜的相关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圣剑改版 六月第四周的韩版天堂M更新 本周适逢圣剑大版本 所以现在的更新内容是相当的多 等一下我们简单快速的帮各位看过一遍 很多细节内容就等到之后 韩版开放之后我们再来说明 现在的话很多其实我们也都看过了 直接简单带过就好了 首先他提到几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圣剑重启的版本 第二个是天堂M六周年感谢记 第三个是欧灵的痕跡第三季 我们第二季才正在打第三季就要来了 第四个是新增魔法娃娃等等 好 接下来看一下还有多少内容呢 超多 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 为了节省时间 我帮你们直接用了一个文字档 快速带过 左边讲的就是第一个圣剑职业改版 第二个圣剑转值 第三个转值外观的预览 第四个性别转换 第五个吉尔塔斯伺服器开放 第六个天堂M六周年感谢记 第七个阿伊尔的圣物奖励 第八个圣剑BUFF雕像 第九个TJ优惠剧的礼包 第十个圣剑赛季千道 第十一个千道更新 十二个限时技能书贩售 第十三个三色硬币转换 右半边讲的就是 第一个是试炼副本奖励加倍 第二个雪碧BUFF的副本 第三个欧灵的痕跡第三季 第四个讲的是新增魔法娃娃 第五个是物品存仓优化 他主要是针对的是商城装备跟传送服 第六个讲的是新增神话级盾牌 艾伊尔的祝福 然后第下面讲的是调整部分 传说神话级武器的能力 接下来是新增收集品 他主要是新增了一些 可以使用潘朵拉税片替代的收藏 然后下面是甘心 吉尔塔斯伺服器的世界移民 以及最后一个周末特别制作相关内容 多到我都快要咬舌头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简单快速蛋过一下 重点第一个圣剑转值 然后并且在官网里面公告了 圣剑的所有技能的优化跟调整 等一下看一下内容就好了 那之后我们再专门做个圣剑的技能解说影片 好再来是圣剑转值 本次因为只有提到一个神圣剑事 所以他应该是没有开放其他副职业的转值 只有only one一个圣剑可以转 然后圣剑可以选择男跟女 好这边是转值的时候 职业外观 性别外观预览 特别是两种不同的造型 男跟女 好接下来可以执行性别转换 那这个性别转换的相关内容 也可以在预览图片看到说 你所转值的骑士 也可以转成男骑跟女骑 那这个性别转换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直接 在神话变身取得 那这个只有针对一种 就是你如果是本身有神话级变身 就可以做这种调整 如果你没有的话就只能用原本的 好接下来是 吉尔塔斯伺服器的相关内容 然后六周年感谢记 再来就是刚刚说的 那艾尔的那个圣物开启 就是原本那个赛季尖道 可以开启变成那个技能合成的TJ卷 以及一个收藏品的凭证 它的凭证收藏能力就是防御3抗魔3 以及伤害减免加2% 回溯时间到7月26号 然后再来这个讲的就是 圣剑村庄的一个buff机 好这边是TJ的优惠券礼包 里面卖的就是变身觉醒跟娃娃觉醒两张TJ 可以直接使用 好接下来讲的是那个赛季千道的21天28天35天 分别给获得一张变身合成 娃娃合成跟一般装备 如回的三张TJ卷 然后每日签到更新 这边讲的是开放计程书兑换 红祭跟紫祭的兑换180万跟300万 好大家期待的三色硬币转换活动又来啦 好副本的活动奖励三倍 这边雪地buff的活动 他这个就是讲有个新的副本里面 经验值跟金币掉落量是1.5倍 好欧灵的痕迹第三季啊 本次欧灵又来了 那这次一样有欧灵专家的称号 他的那个能力跟现在是一样的 分别就是今天是2% 然后远近回避率加1 他这次开放的技能 应该是跟第二季差不多才对 好再往下看一下 新增魔法娃娃男圣剑 绿娃 然后他的能力值在这边 分别有一个抗魔加1 还有HP加10的收藏 好这边讲的就是那个 饰品存仓还有传送服存仓的优化 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新增神话级盾牌 爱伊尔的救赎 他的能力值是防御10 伤害减免加5 然后晕眩抗性加10% 就是昏抗加10% PVP减伤加5% 以及一个几率性伤害减少 每多每强化值 每多1多3%的触发率 然后这边是讲了那个一些 传说跟神话级武器的改善 然后他改变了一些 神话武器的材质 他说改善了一些传说跟神话级武器的材质 该不会把我们的屠龙剑改成了黑米吧 不会吧 不会吧 然后第二个是 将传说级以上的单手剑武器命中率提高 只有单手剑 然后新增了两个单手剑武器 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我讲一下 这把就是二阶金武 爱丽丝的长剑 这把 对那个以后 王族圣剑都有单手剑的金武了 二阶金武了 好这边是收藏品 可以新增潘朵拉的替代 好这边是移民啊 这边是指那个吉尔塔斯世界的移民 好本周的燃烧礼包 稍微看一下 好周末制作 他们这周周末制作也是开放了 加七耳环跟加六戒指的制作 好接下来看一下 他们六月第四周韩版到底开放了哪些东西制作呢 分别开放了第一个 波赛盾的盾牌 以及信念一二楼传送符 然后 奥塔的支配符选择箱 还有支配符碎片 跟这个应该是 这应该是丰龙甲 对林德拜尔的盔甲 然后接下来开放了隐身斗篷的制作 好后面就是 那个赛季的礼包 2990包 好以上就是本次韩版六 周年六月第四周的更新相关内容非常的多 大家慢慢消化一下吧 那这支影片就先到这边 感谢你们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喜欢我的频道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想要加入我的社群 也欢迎直接扫左下角QR Code 暗号是丁丁好帅 或者直接加入我的粉专 或者是IG追踪 都可以知道我的最新消息咯 大家拜拜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